在前面的雲石 水晶燈感覺華麗 配上不少銅色鋼材 是傳統奢華風格的組合 特別之處是這間屋混入不少木材 將洋房設計變得貼地 希望利用效果帶出古典沉澱 所以我們混合了一些和式的效果 有些日式的效果 令到這間屋出來的感覺比較沉實 這間屋達到4800呎 地下這一層的方廳 在新的佈局之下用途更加豐富 這裡因為它方形 你放了前面客廳後面做飯廳 都會有兩個位置多了出來 所以我們將這兩個位置 其中一部分 用來做藍戶主希望有的茶區 還有一個位置 我建議做了一個酒吧區 將客飯廳分為四個功能 佔了最大範圍的客廳 擺放U型沙發 座地電視下 以森灰石材組高一級 廳有幾幅大型雲石 高度並不是一致 你的服裝上了水晶燈 光亮和金框的配搭帶出精緻感 這間屋本身的樓底很高 它差不多有四米 所以我們希望帶出樓底高的感覺 就不用把所有長生的東西做到上頂 留一些空間給上面的空間有幾米 那個位置除了做假天花燈槽之外 感覺上旁邊有些深光位 一進門口看到那幅雲石牆那裡 因為那幅雲石牆唯一一個長生設計 就是做到上頂的 做到一個對比效果出來 塑化背後 以日式木屏風分隔的角落 是蔚南戶主設計的茶區 整間屋選了一些木材 叫水谷樓 木的顏色 其實它是日式的風隔 而且它又不是太深色 又不是太淺色 又不是太淺色 在中庸之道的位置 我亦都搭配它本身膠樓標準 那隻米式的雲石 旁邊鑊圍飯廳 一張黑色的圓餐桌 配啡色皮製餐桌 配啡色皮製餐桌 白色雲石製線條圓滑的巴桌 是酒吧區的亮點 用雅童式通託的屏風和客廳稍為分隔 原積四房只有夫婦二人居住 變相上層 空間幾乎推倒重來 配合廳的風格 主人房走輕車滑路線 特別加入了橙色和湖水藍的元素 令到設計不會千篇一律 營旅護主的要求 主人房裡增設了特大的衣帽間 原積主人房的空間 用來做了一個寢區 就夠寬敞、夠大 而另外兩間客房 我就將它打中了 拆了廁所 做了一個很大的衣帽間 裡面的面積差不多四百多呎 家局類似名店的貴賓房 鋪上了粉色地毯 有大型中度擺放壽式 又做滿了層架 另一間房間有多個用途 除了屋主可以當作書房之外 其實有時都可以打麻雀 但如果有客人需要留宿 這間房間也可以搖身變成客房 其實我身邊的書櫃 就是一個變形金剛的傢俬 將它翻出來的時候 後面就會有一張床 在這裏 再往下 多久 他們有時把裘子 展開 最初的部份 都沒有保留 感谢观看